谭颂运也被牵连了 张浩维的瓜月八月大 多位女星被牵扯其中 赵丽颖送一公关不出手一晚了 蔓延了 谭颂运估计要恨死张浩维了 自从她出事后 自己躺着也被挨了一刀 咋说呢 这段时间张浩维不是出事了吗 本来很多人以为这件事情只是她个人的问题 影响不了其他人 的确刚开始是这么个情况 但问题是张浩维要是单纯是个普通人 那顶多尴尬一事 改了就没啥影响了 最严重也就是进去吃黄粮 出来还是一条好汉 可问题就在于张浩维是个演员 是个明星 那可就要连累一大堆的人 当演员的人出事 必然会影响的是他们作品 而最郁闷的 可能就是那些和他们搭档的演员们 也会跟着倒了血眉 而要说最郁闷的演员是哪个人 我说是谭松韵 没什么人会怀疑吧 他呢 最开始是啥也没干 现在倒好了 张浩维出事了 谭松韵却也被张浩维给拖到阴沟里面了 甚至还要损失了一部可能爆款的剧 这波损失有点厉害了 咋说这件事情呢 故事要回到一部叫做《赎锦人家》的电视剧 这部剧的潜力是很大的 演员阵容 主角就是我们谭松韵 其他演员也是不错的流量明星 发展潜力还是不错的 象征夜城 京超等等 那都是老熟人了 但要命的地方就在这里了 张浩维在这部剧演了一个配角 叫做《赵修联》 这下好了 这部剧现在能不能播出都是个问题了 这部剧最开始的档期是在八月份播出的 可现如今演员出事后 这部剧播出就直接成了一个问好了 谭松韵估计是最恨张浩维了 要知道 这部剧可是他这段时间以来为数不多的剧了 今年的谭松韵只有两部剧 一部是和徐凯搭档的《你比星光美丽》 这部剧口碑还行 但效果不咋样 谭松韵能不能保持热度就要看这部剧的发挥 现在好了 直接被一刀切 有人会说了 难道就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吗 当然有了 目前最安全也是最靠谱的方式 就是剪辑 把张浩维的镜头全部都给剪掉 这种方式是最好的 可问题是这部剧的演员里面 要是张浩维是各次要角色 哪怕是酱油 剪辑调影响不是很大 要命的是他是配角 戏分太多了 就算赶在年底前剪辑完成 估摸着这部剧也很难再播出了 为啥 档期不行 优酷那边可不会等着他们 他们需要有心的剧播出 这样就不得不又等着排期 那只剩下另外一条路了 那就是AI换脸 这种方式就是把别人的联网 张浩维上面贴就完事了 这招效果快 速度也不错 但问题是换脸也需要时间 总之 制作团队目前来看是非常崩溃的 自己怎么就摊上了这么个演员 够点备的 张浩维发文退出娱乐圈 背后陷害者曝光 网友唏嘘不已 张浩维 这个名字对于许多人来说或许还有些陌生 但提起他饰演过的角色 你一定不会感到陌生 他并非一夜爆红 而是稳扎稳打 从配角一步步走到今天 他塑造的角色 或温润如玉 或阳光开了 总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就在事业上升的关键时期 这突如其来的风波 却让张浩维的演艺之路蒙上了一层阴影 网络上的流言飞语如同病毒般迅速传播 将张浩维推向了舆论的漩涡中心 面对排山倒海般的质疑和指责 张浩维没有选择沉默 而是勇敢地站出来 正面回应了所有质疑 他发布了一篇长文 详细阐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 并表示自己是被冤枉的 一切都是子虚无有 在长文中 张浩维声称 自己是被曾经的发小陷害 原因是两人之间存在财务纠纷 对方心生怨恨 才编造了这些谎言来报复他 他坦言 自己从未做过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 对于网络上的种种指控 他感到非常委屈和愤怒 为了自证清白 张浩维表示 他已经向有关部门报案 并将积极配合调查 相信法律会还他一个公道 他也呼吁广大网友不要轻信谣言 不信谣不传谣 给他一些时间和空间 他会妥善处理好一切 张浩维的回应 犹如一记重磅炸弹 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有人选择相信他 认为他是被小人陷害 期待真相早日水落实出 也有人持怀疑态度 认为他的回应只是在为自己开脱 是在试图平息舆论 一时间 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声音 支持与质疑 同情与谴责交织在一起 令整个时间更加扑朔迷离 张浩维的演艺事业也因此遭受重创 多个品牌方宣布与其解约 大波作品也面临着无限期延期的风险 面对如此困境 张浩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 他宣布将暂停所有演艺工作 直到事情调查清楚为止 他在声明中表示 自己需要时间和精力去处理这件事情 不想因为个人私事影响到整个团队和作品 这个决定无疑是艰难的 对于一个正处于事业上升级的演员来说 暂停工作意味着巨大的损失和风险 但张浩维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 他选择用退一步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也保护他所珍视的一切 张浩维的退圈宣言 在网络上引发了新一轮的讨论 有人认为他这是以退为进 是在等待风波平息后再复出 也有人认为他是真的心灰意冷 选择退出这个充满诱惑和陷阱的名利场 无论如何 张浩维事件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我们该如何辨别真假 如何理性吃瓜 当面对网络上的各种爆料和传闻时 我们是否应该保持一份冷静和理智 不要轻易相信也不要随意传播 张浩维事件就像一面镜子 照出了娱乐圈的复杂与残酷 也折射出网络舆论的强大力量 他让我们看到 在这个时代 名利与风险并存 真相与谎言交织 而我们都需要练就一双慧眼 去明辨是非 去守护正义 张浩维的事件 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 席卷了平静的娱乐圈 也震荡着每一个关注此事的网友的心 曾经的鲜花与掌声 仿佛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质疑和猜测 在网络这个巨大的舆论场中 每个人都可以化身成为法官 对事件评头论足 对当事人直直点点 真相往往隐藏在迷雾之中 我们所看到的 听到的 可能只是被精心剪辑过的片段 而非事件的全貌 张浩维选择暂时退出这个 让他爱恨交织的舞台 或许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 也或许是为了寻找更有力的证据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无论最终的结果如何 这场风波都将在他的人生中 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他让他看清了娱乐圈的残酷与现实 也让他明白了名利背后的代价 对于张浩维的粉丝来说 这无疑是一段难熬的日子 他们坚信自己的偶像是被冤枉的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支持和鼓励 希望他能早日渡过难关 重回舞台 他们也深知 网络舆论的力量是巨大的 即使最终真相大白 那些曾经被传播的谣言和诋毁 也难以完全消除 张浩维的事件 也引发了人们对于网络暴力的反思 在信息传播速度极快的今天 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 就可能毁掉一个人的一生 键盘侠们躲在屏幕后面 肆意宣泄着自己的情绪 却考虑过自己的言论 会给别人带来多大的伤害 张浩维的遭遇 只是一个缩影 在现实生活中 还有多少人正在遭受着 网络暴力的侵害 我们是否应该反思 如何才能营造一个更加理性 健康的网络环境 张浩维事件的真相 或许会在不久的将来浮出水面 但他所引发的思考 却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对待 在网络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 信息的传播者 也可能成为网络暴力的受害者 学会理性思考 不造谣 不信谣 不传谣 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张浩维的事件 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 曾经亲密无间的朋友 可能因为利益的纠葛而反目成仇 曾经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可能因为极度和贪婪而编造谎言 试图将他人拉下水 在这个充满诱惑和陷阱的世界里 我们该如何守护自己的初心坚守自己的底线 张浩维事件 是一个悲剧 但我们也从中看到了希望 我们看到了粉丝们对偶像的坚定支持 看到了正义知识对真相的执着追求 也看到了社会各界对网络暴力的反思和抵制 相信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一定能够创造一个更加公平 公正 充满善意的社会环境 张浩维的事件 仍在持续发酵 我们无法预测最终的结果 但我们相信 时间会证明一切 真相终将大白 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更重要的是从中吸取教训 引以为戒 用自己的行动 去维护网络的清朗 去传递社会的正能量 张浩维的事件 也让我们看到了法律的重要性 在面对不实指控和恶意诽谤时 法律是我们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武器 我们相信 法律会给张浩维一个公正的判决 还他一个清白 我们也期待着相关部门能够加强 对网络谣言的打击力度 维护网络秩序 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张浩维的事件 是一个警钟 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 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的各种传言 更不要成为网络暴力的帮凶 让我们共同努力 营造一个更加理性 健康 充满正能量的网络环境 本文为个人观点 不构成建议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有侵权请联系删除